最热门的小吃是什么吗 为了这些小吃 大家也真的是拼了 近期的小吃 颜不传统 一整块的肉包心 不用担心会发胖 里面有超级多 大家好 我是葛小倩 中华美食包罗万象 不仅有菜系更有派别之分 而说起我们上海美食 其实也是有很多门道的 今天我们就从上海的小吃开始说起 你要知道在上海 光是小吃店就有十几万家之多 那这次我们也是从众多小吃当中 选出了将近三十种热门的候选者 来进行挑选 不仅我们上海的这个生煎 锅贴 小笼包 还有外来的肉夹馍 重庆小面等等等等 那到底这些热门小吃 在如今时刻的心目当中 又是怎么样的地位呢 这次的调查呢 根据不同年龄段 不同性别 进行实地抽样采访 并且还结合了免费专业调研平台 问卷网 网络调查 最终有了以下十一位上榜的热门小吃 不过为何是十一位呢 往下看你就知道啦 急破脑袋进了前十名的 第十名会是谁呢 它就是占比百分之十八 获得一百九十五票的 牛肉煎包 今天很有意思 还有第十一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差灵门一角落榜的是谁啊 第十一名是占比百分之十四 获得一百五十五票的 油墩子 本土特色的油墩子 竟然被踢出局了 是的呢 油墩子 是上海人从小的记忆 但因为现在太辛苦 所以越来越少人卖了 如果你现在还想吃的话 有一家阿婆油墩子 可以推荐给你 八十多岁的老两口 还开着这样一家小吃店 真的很不容易 只为了传承小时候的味道 所以呢 我们依旧把它放在榜单上 话说牛肉煎包的票数 男性呢 以及中老年人的票数较高 由此可见 男性朋友 中老年人还是偏爱传统口味 并且喜欢能吃得饱的 不知道亮亮给我们带来的是 哪一家的牛肉煎包呢 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上海的老牌子 红长星的牛肉煎包 看看这一场景 现场的情况和数据嘛 还是很像的 男性所占的比例真的不少 而且买起来的量呢 也很厉害 我买二十八个 你买二十八个 你给人吃饱了 都是家里人 我一个人来买 他们叫我带啊 因为我们是回民啊 吃光了 所以他们 你那包子够了吗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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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个 所以就是味道很好啊 味道它老店的 北京老店的 主创秘方啊 所以味道相当好吃的 对于好 不能多吃 就吃到上面 把吃到吃不下了 好羡慕你们啊 对啊 好像是买到的最后 今天的最后几个煎包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差一点就没抢到 那吃到之后 觉得味道跟想象中的怎么样 味道感觉很奇特 但又很好吃 又很好吃 那以后再来上海的话 会考虑再过来排队吗 必须啊 必须啊 而且要早点过来排队 虽然呢 每天六点一定会收摊 但是依旧有时刻不肯散去 哎呀那亮亮 那我们去拜托大厨 再烧一锅吧 大厨 你们好 你们这个肩膀也卖得太好了吧 已经卖完了 没有了 我还没有吃到 没有了 能不能再帮我们做一锅 因为门口也还有人在排队 能不能拜托帮我们做一个 你干的做不动了已经 阿姨太累了是吗 再帮我们做一个 尝一尝 拜托拜托拜托 好吗 好 谢谢谢谢 大厨这一拳 敲得可真的不轻呢 看来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终于有福提前吃到明天的亮来 这也是红昌星有史以来唯一一次给大家破例了 而且还是厨师长亲自为我们制作哦 红昌星呢原本就是上海有名的清真店 上海的回眠也不少 以至于现在成为上海人不可缺少的小吃之一 看着滋滋作响的肩包 是不是很有时宜呢 看有没有它这个底 它这个底呢是有一定厚度的 吃到嘴里趁着吃的时候 是这种脆脆的口感 但是到了里面的时候就是很软糯的这种口感 里面的牛肉超级多 而且一咬下去啊 整个这个牛肉的汁水就在你嘴里了 排队来买肯定是值得的 接下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九名 那就是比牛肉煎包多了15票 占比19%的 哎 错了 那我们之前介绍的阿婆油端子 也是有臭豆腐卖的 而且提供的呢 还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爱的甜面酱 而鲜辣香浓的长沙臭豆腐 也是颇受我们上海人的喜爱呢 在一家他乡遇见你 就能够品尝到地道口味的长沙臭豆腐啦 那接下来揭晓榜单的第八名 比臭豆腐多了整整100票 占比28%的 铁板鱿鱼年糕 换说铁板鱿鱿鱼年糕 受到年轻人喜爱的票数 占总人数的75% 位置第二 看着这么多人在排队 老板娘也是一刻没有停下来过 老板娘现在已经做到第几锅了 我到一点营业到现在没停过 我也没数过 反正一锅就是十来份 每天都是有这么多人在排队 对 每天我没来之前就有人排队了 排了多久了 排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多小时啊 以前排队人太多了 一直没有勇气排 它这个口味有点像是 打开那个甜面酱嘛 就是有点甜甜的这种的 所以蛮受欢迎的 他老店看的时候25元一份 现在搬到这里三年以后 还是二元 25元一份 老板娘早上和老公进食材 在家煮酱料 所以每天都是中下午来营业的 到凌晨一两点才结束 每天觉呢 也是睡不了多少的 这都三四个小时 做了这么多年 也没涨价 在店里也没涨价 就是要回报 让大家一起来吃便宜的鱿鱼 正因为有这样的决心和斗志 才能把小小的铁板鱿鱿 做得这么好吃 在小吃界呢 有了一期之地 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它味道呢 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的 一种咸甜口味的 并且鱿鱼吃到这里 是很Q弹的感觉 特别要表扬一下 他们家年糕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 吃年糕这种糯糯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可能会比较硬一点 他们家的年糕 是非常软 非常糯的这种口感 接下来呢 要揭晓榜单的第七名 和第八名 只差了五票 竞争相当激烈的 鸭血粉丝汤 这个呢 就是南京特色小吃 当然要给你们介绍 南京老牌的小吃店啦 就是这一家 回味鸭血粉丝汤 原料呢 都是从南京运来的 所以吃到的 也是非常地道的 南京风味哦 没有想到第七名到第十名 全部都是外来小吃 如今也在上海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知道第六名会是什么呢 就是获得了 三百五十五票的小馄饨 终于有一样本地小吃了 那根据票选显示啊 三十五到六十 以及六十岁以上的人群 对小馄饨是比较喜爱的 但是年轻人就不太喜欢了 仅仅获得了年轻人的 这个票选的第十六名 不过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去的这家店 他们家的小馄饨 却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小馄饨是老一辈最受欢迎的 不讲究店面大小 只讲究味道 然而呢 现在的年轻人 不仅讲究味道 更在意环境咯 因为路过这家店 看到装修蛮好看的就过来 这里是Tiffany的颜色 特别漂亮 然后就很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味道也很不错啊 这个虾肉的话很嫩滑 汤也很咸 外面的话 一般虾肉包不了这么多 这家店的话 里面虾肉很充分 外面的小馄饨呢 大多数都是肉馅的 而在这里却有多种口味 可以选择 虾仁 蟹粉 鸡汤 军菇等等 最主要呢 这里吃小馄饨 还结合了高端技术 吃下去的同时呢 一吸收不易胖哦 我们所有小馄饨的汤底 都是用的法国米清 Found技术 调味料只有别人家的四分之一 肉量也只有别人家的65% 完全是低卡路里的 真的吗 那其实可以多来几份 毕竟口味这么多 要不然这样吧 先帮我来一份 这个虾滑的小馄饨吧 好不好 OK 没问题 县店先做的小馄饨 五分钟之后就出锅了 从肉眼就可以看出 馅料很足呢 赶紧来尝一下 如果说在别家吃小馄饨 吃到都是皮的话 那他们家吃到的都是料 馅料足的嘞 这个虾滑啊 吃到嘴里超级超级Q弹的 他们家的这个调料 只放了别家的四分之一 但是吃到嘴里 味还是很足的 告诉你哦 小馄饨呢 其实在这里并不是主打 因为它只是一个 呃 前菜 他们家的重头戏呢 其实是汤包 二十多种口味 有的是闻所未闻的哦 不知道汤包呢 有没有上榜 有没有到我们的前五名 如果可以的话呢 真想吃一下 这家店的汤包 亮亮 你先别着急嘛 讲不定 接下来就可能吃到哦 小馄饨 推荐店家 当平搜手汤包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 以435票为了榜单 第五名的小吃 会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没错 就是我们的汤圆 那汤圆的得票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它是啊 女性最喜爱吃的小吃 第一名 同样也受到 六十岁以上人群的欢迎 那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的话 接下来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不一样的汤圆 话说汤圆会特别到哪里去呢 不就是这样的吗 再特别一点的话 也就是换个颜色嘛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它 是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啊 在台州当地一个叫做 浇江的地方 是那边的特色 那它其实包的时候啊 还是有点讲究的 它没有风口 会有点像这种烧麦的感觉 这个呢 是叫做吹圆 而吹圆呢 其实是从汤圆演变而来的 在台州的方言里 蒸制成熟的过程 叫做吹 所以称之为吹圆 它呢 看似简单 却要经过多个步骤 方能制成 光是糯米皮 就是店家 自己从抹粉开始制作的 其实除了台州外 吹的做法 在上海本地也有哦 本地的话 是拿那个青菜的叶子 然后就放在那个蒸笼上面 然后把那个汤圆放在上面蒸 然后就下面垫的那个青菜叶子 跟那个汤圆一起吃这样的 不粘牙 这个很好 就是粘牙的话 就不太喜欢吃 太软 但是它还蛮有劲道的摇起来 万变不离其宗 都是糯米和馅料的搭配 之所以不包起来 是因为在蒸的时候 可以根据肉的颜色 来辨别成熟度 而且呢 还美观 好了 看见没有 很糯的感觉 咬开之后 它里面也满满的都是馅料 馅料非常足 超级超级香 刚刚呢 给大家揭晓了不少上榜的外来小吃 那接下来的第四名呢 就厉害了 因为它荣登了所有热门候选者当中啊 最受欢迎的外来小吃第一名 并且呢 也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热门小吃第一名 它就是虾饺 传统的虾饺要吃多了 来这里尝个鲜吧 这里不仅环境中西结合 食物更是能让你创新的想不到 因为蛮有特色的 我记得我之前来的时候还武刀弄枪过来 它这里会有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东西 有一些网红店会就比较适合拍照 但味道不好 我觉得他们这家还是结合得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德国嘛 在吃上面觉得是 我们祖国吃的要高分多量 是的 有拍了好多 打算拿去在那边享受一年的 拿出来看看的 你看啊 现在的小吃呢 不仅要拼口味 还要拼造型创意 而且这里的虾饺更是广受好评 它那个就是半虾半蟹饺 很香 然后有一种就是 有虾有那个蟹的那种海鲜的香味 就是虾饺里面 同时又有蟹的就会比较少一点 虾饺已经吃过一次 我推荐给他们吃的 做了比较精致 味道怎么样 这里的虾饺颜色呢 都是从红曲米中提取 做成柳叶饺的形状 师傅看似做得快 但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你正好才包的虾饺对不对 对 包这个虾饺包了多少年了 入堂都有三十一个年头的 三十个年 对啊 但是你说包这个多少年都忘记了 褶子有多少个褶子有讲究吗 一般都是十个左右吧 十个左右就可以了 对啊 一般都 这也太快了吧 本来呢 这段是想让主持人学习做的 但由于包得太丑 而被编导嫌弃了 所以呢 编导决定亲自上阵 想证明一下 理论好的操作也好 但事实证明 哎 我说编导 你呢 还是去做本行吧 这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好吗 来尝尝看 真的是有一种舍不得吃的感觉啊 你看它这个表皮也是晶莹剔透的 上面还撒了一层这个淡淡的 像筋箔一样的粉在上面 你看 里面的料超级足 像我们平常吃到的虾饺 可能里面就只有这个虾仁 但是它不止哦 除了虾仁之外 它还有满满的蟹肉 一口下去 虾仁蟹肉 鲜上加鲜 超级满足 虾饺 推荐店家 龙面馆 终于要介绍前三名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票数啊 这个第二名跟第三名的票数相差 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 第一跟第二名 竟然差了有一百票之多 那不知道我们上海人 非常喜爱的生煎锅贴 会排在第几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债比百分之四十七 获得五百二十五票的 是生煎 所以说这个锅贴一定是第一名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名 季军 季军是 锅贴是第三名啊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啊 上海人喜爱的生煎锅贴 竟然都没有抢到第一名的位置 那关于这个生煎跟锅贴呢 我要给你们推荐这一家 叫小燕生煎的店 他们家的生煎跟锅贴啊 都是用的是不发酵的薄皮 汤汁馅料非常的饱满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能够踢掉生煎锅贴 获得六百三十票 占比百分之五十七的第一名 到底是谁呢 明珠呼吸 我们来看一下 三二一 小笼包 选择小笼包 小笼包 小笼包里面那个汤汁非常鲜 恭喜亮亮如愿以偿啦 终于可以尝到这家店的小笼包 哇 品种好多啊 颜色也好多啊 这里所有你看到的 有颜色的面团 它的颜色都是从水果 蔬菜中提取的 而且店里多达二十六种口味的汤包 有中发口味的搭配 还有中日口味的搭配等等哦 那最受欢迎的是哪几款 我们最受欢迎的话 有澳洲和牛 饮血鱼 备注 而且这些馅料真的是完完全全 我觉得中西合璧的 它说和牛的话 它是三厘米乘三厘米 一整块的肉包进进去的 一整块的肉直接包到馅料里 哇 那这些好满足啊 对的 所以要进过培训 它才可以包得进去 这里手工师傅呢 都是九零后的女生 经过九个多月的培训 才能开始工作 而且这些食材 大多都是选取当地较高质量的 比如说渣谎的饮血鱼 北海道备注 澳洲和牛 大连海参 法国黑松露等等 料料呢 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想开动哦 和牛呢 也是我本次最期待的 因为你其实夹着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它里面的这个肉啊 超大个的 皮是很薄的 我咬开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 里面一块扎扎实实的这个和牛在里面 而且一咬开之后啊 你会觉得它这个和牛的香味就已经扑鼻而出了 我要忍不住了 超级满足 满满的都是这个和牛的奶香味 小龙包 推荐店家 当不定搜手汤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多多两个 大家一起来 下期节目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豆腐的面包包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挺有碗式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杂油 在牛杂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比较更浓 吃火啊 这就是上导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